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11月4号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首先先来关心美国大选投开票 总统选举跟众议院选举 以及参议院的部分选举一并进行 选前争议满天飞 投票日股市开张却显得淡定稳重而乐观 道琼跟纳斯达克双双开门报喜 小幅的增长 道琼指数涨了1.21% 纳斯达克指数也暴涨了0.71% 但是GN网报道 随着关键摇摆周持续的开票 美股旗指再度的上涨 道琼旗指一度上涨了209点或者是0.8% 标普500期货上涨将近2%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大涨3.5% 因为涨势过猛甚至一度暂停了交易 目前涨幅约达到了225点 而罗素2000期货也涨了将近1% 另外债券价格也上涨 10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下降到0.844% 美元指数则翻红上涨了0.5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人民币会价伴随着大幅的波动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大幅贬值超过千点 现报6.77% 离岸人民币会价今日大幅的波动 早是曾经升到了6.6449% 之后大幅的贬值到6.77%水平 市场估计这是跟拜登一度暂时在总统选举的点票领先有关 但是随后情况又有所波动 对此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廖群表示 如果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的美国总统 美会指数或许会反弹 导致人民币略为贬值回落到6.77对每亿美元 他认为中国希望人民币不会太波动 所以取消了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净率 以及人民币中间价逆周期因子 再来看到蚂蚁集团IPO被喊停 对于该集团造成莫大的冲击 自由财经报导截至11月3号收盘 阿里巴巴股价下跌了8.13% 市值跌了超过600亿美元 11月4号阿里巴巴港股开盘跌了超过9% 港股市值为58,874.65亿港元 另外苹果日报报导 在马云上个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面演讲 公开批评金融监管思维落实之后 马云似乎已经变成了重矢之地 现在传出就连他创办的淘宝也一次被成对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了双11的消费提示 指出直播带货暗藏着消费陷阱 部分的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 涉嫌存在宣传产品的功效 或者是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题 产品质量或不对半 兜售三五产品假冒伪劣的商品等等 另外对此央视3号也对此发表了评论文章 呼吁双11应该要少一点套路 复杂的规则难倒了消费者 指出无论是商家或者是平台都应该要真诚些 该让利的就应该要大方的让利 不要让消费者看得到却摸不着 千万不能够把计算变成了算计 因为这样只会带来多数 中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 同步监管约谈蚂蚁集团的高管之后 蚂蚁集团在上海香港两地的上市 已经被紧急喊停 对于这个爆炸性新闻背后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这跟蚂蚁集团 以科技公司的定位上市有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2014年以科技起家的阿里巴巴公司 分拆了旗下的金融业务 以支付宝协力厂商支付为主要的 金融业务的蚂蚁金服 退出了阿里巴巴集团 成为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霸主之一 虽然这一次寻求双重上市的蚂蚁集团 自称是科技公司 但是金融监管机构表示 该公司仍然处于其监管的范围之内 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分析 蚂蚁科技本质上是科技公司 但是科技是为金融服务的工具 一旦蚂蚁在科创板上市之后 在中国受到疫情重创的金融环境之下 将会对主机板中小投资者造成打击 现在股市行情整体不好 蚂蚁如果从科创板上来吸收了大量的资金 上交所跟港交所的主机板跟中小板资金流入之后 将会有抽水的作用 造成的股市下跌 贺江斌认为 中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体系过严 延缓上市恰好证明了马云跟蚂蚁集团 没有办法以科技公司为由来规避金融的监管 他说暂缓蚂蚁上市就是监管过严的问题 协商之后 他如果以金融公司而非科技公司去定义的话 就有可能在主机板上市 这样各方都有一个台阶可以下 正值蚂蚁上市之际 马云在10月24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也揭露了传统金融监管跟现代金融创新的矛盾 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质疑 引来新的监管规定密集出台 在他发言的几天之后 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专题会议强调 要加强监管 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 有效的防范风险 另外银保监会跟央行也抢在蚂蚁集团股票最终发行之前 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占行办法 来应对蚂蚁上市定价估值过高的情况 旅美政治经济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即使此前蚂蚁集团在科技跟金融之间打擦边球来规避监管 但是上市并不会带来金融的风险 这一次中国四大金融监管机构约谈蚂蚁的高管 只能够证明对于金融科技的政策收紧 使得新兴金融科技公司适应于银行类似的资本跟杠杆监管的规定 他说从蚂蚁的体量影响力跟规模来讲 对于传统的国营为主的金融机构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它的存在目前来看不是带成风险的问题 而是会抢了大家的蛋糕 对此路透社的分析也抱持着相同的观点 自由财经引述路透消息指出 中国之所以盯上蚂蚁是冲着支付宝的线上小额贷款业务而来的 消息人士指出 蚂蚁集团8月为了因应上市而首次披露的业务跟财务报告 包含了贷款业务的规模跟盈利的能力 让监管机关感到相当的震惊 截至今年6月为止 蚂蚁对外放贷的总额达到了1.7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全中国所有接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21%的短期消费贷款放款总额 正因为如此 中国政府很担心快速成长的线上贷款 会造成了金融板块的系统性风险 一直以来都想要压抑 而这一次蚂蚁集团的大规模IPO 便给了当局一次大好机会 最后来看到中国人走私美国军备到中国一案 中国籍被告葛松涛2号被美国法庭裁定的罪名成立 企业以欺诈的手段利用香港作为跳板 绕过了美国的出口限制 向中国上海出口战斗突击艇跟引擎 之后有外媒调查发现 跟该涉事香港公司董事同名的人出生在四川的成都 是四川省政协港澳的委员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50岁的葛松涛2号在佛州杰克逊维尔联邦法院 承认串谋提出虚假出口的资料 企图以欺诈的手段来出口 均用海上突击冲气艇跟引擎到中国去 法官目前占未判刑 不过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徒刑 葛松涛是上海微风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该公司驻美国职员杨洋被指于2016到2019年间 企图订购7部军用冲气艇跟引擎输往上海 但是他却向美国的制造商而称输往香港的客户 以免对方不愿意将货运往中国大陆 检察官表示 当制造商建议杨洋买较廉价的汽油引擎时 他坚持要买军用的多燃料引擎 为了成功买货 葛松涛安排了香港一间公司 将11万美元会给美国的制造商 又协助安排员工到香港来收获 再运往中国大陆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控罪书指出 葛松涛跟郑燕透过了香港的贝尔特顾问公司 向美国卖家支付了将近8万美元 之后郑燕发出了美国卖家的发票 发票的抬头也是写给贝尔特顾问有限公司 而公司的送货地址是香港新田地阶的一地址 该公司中文名称为贝尔特顾问有限公司 在香港注册位于新田地阶的一个单位 对此记者翻查资料 贝尔特顾问有限公司的董事为李宇彤 登记的地址是香港 而李宇彤也是该非上市公司的成员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调查发现 据四川政协报今年5月的报导 一名名叫李宇彤的人曾经接受该报的访问 当时她的头衔是贝尔特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报导指出李宇彤出生于四川成都 是四川省政协港澳的委员 积极地参与省政协港澳台桥 跟外事委员会组织的各项履职活动 另外她同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组织为各级政府跟上市公司 提供战略咨询跟危机管理服务 另外有金融网站的资料显示 名为李宇彤的人 是政协四川省第12届的香港特区委员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 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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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